响应世界清洁日台东县环保局25号下午 举行了烟灰烟地不落地的活动 以台东县特制的其余 还有烟地食物链危害的主题意象来装置艺术 表达了烟灰烟地毒害自然环境生物以及人类 也呼吁民众烟灰烟地请勿随意丢弃 共同来维护环境整洁 以台东县的特产其余 及烟地食物链危害的主题意象装置艺术 希望让更多的人重视烟灰烟地对环境的危害 环保局表示 烟地残留物含有毒性、疾难分解等化学物质、重金属等 进入水中或排入海洋 会对水及海中生物构成致命的威胁 甚至残留水中或海洋生物的体内 人类在吃下肚 有害物质又再回到人类体内 形成食物链的危害 环保局特别举办活动 呼吁民众请勿随意丢弃烟灰烟地 海洋部分大概有三万四千人的稀业人口 那大概平均一年有四千两百多根的烟地 烟灰烟地 那大概有四分之一 平均来讲四分之一 也是在我们各个沟渠角落 会造成环境的一个污染 那其实大家不要小看那个烟灰烟地 以为它体积非常微小 可是刚才这样的一个数据 就可以证明它实在是 我们这个累积起来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今天要推动运动呢 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推动运动呢 希望我们这些饮君子最好是戒烟啊 也希望他们在日常中烟灰烟地 不要随便乱丢弃 会造成环境很大的污染 如到沟渠都在海洋 透过食物店 还是会回到我们这个人类的一个身体 会影响我们的环境 影响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希望大家来共同来响应 为鼓励民众踊跃参与 凡民众只要到县府大理堂门口 以手机扫描QR扣并按赞 即可兑换精美的洗烟盒 不过限量只有200个 环保局呼吁民众把握机会 记者番区委台中市报道